2022年以来,美国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已关闭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多家门店。 6月13日,记者在北京王府井看到,位于王府中环购物中心的北京首家维密门店已撤店。 专家分析称,此次撤店行为是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 企业以及品牌而言,其实都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过去的所谓一些高阶品牌。 它在国外的,也不过是一个就是很中等的大众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但是它出登中国市场的时候,往往它就把自己的这个定的特别的高。 其实它在国际上的定位并非如此。 那其实我们从维密身上也能看到这些影子, 无论是品牌的影响力啊,美誉度啊,还有它的创新性啊,被新世代接受和识别的能力啊, 实际上我觉得在目前的大潮流下都显得比较的捉襟见肘。 维密的这个撤店行为也是一个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 自2016年以来,维密利润营收连年下跌。 为了脱离困境,维密一改往日的品牌格调,开始在线上渠道发力。 记者在多个平台搜索发现,维密官方旗舰店仍在正常销售,并开设了直播带货。 在2023年天猫618大促的前四个小时内,维密的销售额就超过3200万元,同比增长216%。 万哲表示,基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更新, 线上布局已成为许多品牌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去年财报看,它整体的销售是下滑的,经济润也是下滑的。 那么现在实际上它也是在做一些调整。 线下的一些销售策略,现在实际上可能都会转向线上渠道。 这个转向其实我认为也是一个整体商业销售模式和一个新零售趋势的变化。 国内实际上也展现了一批新的品牌,而且他们的商品服务品质还有这种创新意识实际上非常的强。 然后在价格上经常也有一些优势,所以未来想要在中国市场里面还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在一个新的场景当中怎么样再给自己一个重新的定位,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此前,维密曾表示,正在策略性调整线下渠道、加速布局二线和三线城市以及机场渠道。 万哲指出,向下沉市场布局是现阶段维密寻求破局的生存之道,而能否打赢这场翻身仗,还需要品牌运营策略及产品研发同步发力。 以维密为例,它可能就开始要放低自己的一个身段,包括进入下沉市场等等。 对于中国来说,下沉市场实际上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巴掘。 但是当然能不能在下沉市场里成功,还是要对这个下沉市场里面的特征啊, 它的这个渠道的特点啊,还有就是受众的喜好啊,偏好啊,方式啊,要有更加深切的了解。 然后做出最好的这个战略判断和战略定位,来使你的商品和服务为这个市场所接受。